老人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的私房长老将相求 有兴趣的朋友少少二维码 了解一下 谢谢 来谈谈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李尚福 是不是真的出事 这个呢 十天不出现也正常 但是为什么围到他的传闻越来越多 国防部长李尚福 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露脸的是 8月27号 在北京出席第三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全体外发了讲话 并以部分出席的非洲国家的防务官员会面之后 他就不见了 9月初以来 为了李尚福可能出事的传闻不断 这两天更有更爽动的新闻爆料说 总装备部的下副部长 劳副部长 项目中心主任黄长青 科定和事件两个局 科学规划 或者是这个这个 试验间别的两个局长 还有九二要办的主任 不知道是什么办 全部带走了 还有人说 这个下副部长 是张又霞的首任大秘 那么就总装备部的航天办公室主任呢 好存也被带走 整个总装 一个下午就带走了七个将领 两个副部长 五个局长 一个退休的 一共有七个将领 这个传闻说太不可思议了 认为这个消息准确度会比较高 还谈到一个退休的姚胡部长 住在原来的信息部 信息化部 也被抄家 他详情不详 详情不详 这种东西每天都有 但这一个呢 跟李尚福不见了十天呢 好像有点关系 因为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之前 就是总装备部的部长 我们真的跟各位分享 没有办法从公开的信息获取 总装备部的人事名单 没有 所以这个人事名单 具体属于军事机密 加之这个传闻就会声会演 有名有姓 又说得那么具体详识 没有办法做出马上的确认 只能采取孤望听之的态度 我们知道现代战争的作战手段 现在在信息时代 多了一项信息战认知证 针对某个领域 做急速的信息投卫 造成某种强烈的印象 或者某种错觉 达到混淆视听 干脑视线的目标 这一点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后 屡见不信 而且有很多成功的幻力 各国的军方近些年 也都征设了战略资源军种 黑客部队 以适应现代战争 现代科技战争的形势变化 为什么人家会写悬疑小说 认为你正是搞悬疑小说 之前秦刚的外长突然消失 在一个多月以后才爆出 跟傅小田的绯闻有关 又辞去了外长的职务 但是还保留国务语言的失误 但基本上这位人兄 已经很难再有东山载体的可能了 那么秦刚消失的同时 也出现了火箭军高层将领 突然异动的传闻 有8月1号前 火箭军是中国的国家大国重器 战略杀手锏 从习近平出任军委主席之后 司令政委这的高官 都是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挑选任命 即便他不是心腹 也是可以信任的亲信 但是我疑惑的是 曾经的那个李毅超 也刚刚担任火箭军司令 才一年半 上将也是习近平给他颁发的 就被替换 而且是司令政委一起被替换 出现了其他兵种 来管理这个技术程度很高的兵种 内行领导内行 外行领导内行 就是替换者全部其他兵种 火箭军司令的李毅超 切袭了六月底的军衔晋升仪式 香港的媒体好像是明报还是新岛 马上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 接着又出现了前火箭军司令 开会时被抓的事 火箭军这个事是五月份就开始沸沸扬扬 后来又传出了火箭军已经退休的副司令 吴国华自杀的消息 澎湃新闻也爆出了这七月四号 因病医治无效死事 三周之后出现了最大会报宝山 而且发这个消息就不见了 马上删掉 那么好了 还有他的儿子女儿的一个吊宴 当然还有两三个灵堂的吊宴的花圈 高级的一个中将以上应该 死后没人敢登门拜卫宴 门庭冷落 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 那么说他的老上级 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的长旨张晓阳说 他是在他们家三楼的厕所上吊四周杀了 什么原因导致他要自杀 为什么 他在任内做了什么 很多闲礼 前任的国防部长傅永和 也是出身火箭军 结果卸任以后 没有再出现公众视野 也符合一般卸任的国防部长 卸任将年 不再出现重点报道的人事的规则 但是火箭军高层 好像几乎全一锅端 加上美国空军大学 曾经详细披露 火箭军的资讯事无其细 连他养多少是狗军钱的数字 好像都被美方西市掌握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他引发了很多的猜测 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 那么在他的推特上 用英文日文写文章 说习近平的团队 就像科利斯蒂 英国那个侦探小说家写的小说 无人生还一样 先是外长秦刚失踪 接着火箭军是六年失踪 再就是李尚福 已经两个星期没露面 关于李尚福 有一个在推特的写手 一个专栏作家 蔡胜坤9月7号 他率先披露 说是未经正式消息 他说这个才上任的 今年新上任的 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党组成员 国防部部长李尚福 因为涉嫌贪腐 严重违级被查 这个过去十年 对党政军大员的清洗 罪名都包括了 贪活严重危机 但是如果消息是属实的话 这就是这一届的班子 内复国级的外交部长 秦刚不见了之后 又一个复国级的重要高官出事 他就把他想象说是 又是权力内斗 我不这么看 总而言之 这些高官即便都是 习近平亲自选拔 亲自部署 亲自挑选的高官 也可能随时面临 被清洗被调查 他说这个有点像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 就整个当官现在的高危职业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李尚福其实我觉得 上任以后表现很多 出访的机会也不少 三叶会上任之后 两度出访俄罗斯 跟普京见面 当然也就是深色到国防部 总装备部对俄罗斯方面的某种侧应 当然李尚福更有一个 跟人家不一样 他是被美国制裁的高级将领 那是在总装备部的时候 李尚福是红热带 他是58年出生 是老红军员的铁道部 西兰指挥部副司令员李少都的儿子 那么他呢 这个李少他父亲呢 也是个 也是个 是个司令员 应该是政军局之类的司令员 而这个老兄他长期的装备部门服役 82年 是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 03年担任了西昌发射中心的司令员 当了10年 指挥多次火箭发射任务 包括嫦娥什么二号几号都是他当总指挥 2014年呢 他是总装备部的副部长 2016年又是探阅工程呢 诸如此类担货的责任很重 那么这里面呢 特别是后来 2016年就是中将 载能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 那么再来讲 2017年呢 就是总装备部部长 22年 二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 中央军委委员 今年三月 当选国家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 国务院党组成员 国防部部长 按理说都是副国级 如果真的出事 那就一年 干掉了两个副国级 总装备部的前身是国防科工委 传闻中的夏副部长 劳副部部长 都是李尚福在总装备部部长任内的两个主要助手 一口气带掉了七个将 在整个总装备部的整个整顿过程很少有 首先第一 49年以来 即便是文革期间 很少出现外交部长 国防部高层人士出现突然异动 某个军种高层人士出现大面积大幅度的变动 更是很罕见 但这次好像先后的出现 第二 火箭就是中国最关键的核打击力量 总装备部是负责全军的装备工作 负责对装备活动经贿的审查 监督审计 负责装备理论等等 总装备部有司令部 政治部军兵总装备 后勤部综合计划师等等 中国至关重要的航天航台部也属于 跟他这个部份有关 火箭军总装备部 掌握了大量的基层工作的建设 基层工程的基建工程的建设 武器研发 拥有大量的军费开支支付 这两个部门出现一些贪腐现象 不点不奇怪 但是如果真如外界所说 还有出卖国家重大军事机运 那对整个国家来说损失 那就无法股量 第三 一般认为所谓的产业链 总是会带来效益和生产 而实际上的产业链 包括以贪腐为利基的 寻租生产链 也就是一个集团内部的攀附 共生结构和利基生集团 进行一个内隐性的实粹行为 火箭军或者说总装备部 这算不算是个军备寻租体 通过采购佣金 维修回扣 供应卡油 就构成了军队的贪腐的生产产业链 那这个产业链在其他军种也会有 但是没有像这个地方那么集中 我们也知道枪杆是被习近平 牢牢掌握了十多年 这只十多年清洗的贪腐 将领数以百计 部队的建制 悉数被打乱 过去一野二到四野 这三头都打掉 模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的指挥系统 当指挥权 党指挥枪 党指挥枪 这只军队独一无二的性质和传统 总装备部 火箭就是军队核心要害之一 争出事 肯定是大事 比如说这样一个事那么多 军委主席哪有心情 去心得你去捧过敌的场子 当然如果传闻都是属实 这肯定是地动山摇的大事 能不能获得证实呢 9月底国庆招待会 谁出现 谁再也不会出现 可以一见分晓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